武汉肺炎的疫情 单日又扑破了这89万例在一处的创下新高 这样的灾情重在一区在印度 已经连续三天单日新增都已经破了30万 占了全球的三分之一 现在印度这边染疫病逝的人多到只能用露天来检疫火化 甚至患者在病逝之后也没有救护车 能够把遗体给运送回家 这状况非常的凄惨 但是呢反观有一位印度富豪早就已经搭乘了包机 逃到因果去 武汉肺炎持续延烧 全球单日新增89.7万例再创新高 而印度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一 简单露天火葬大量染疫死者 场景有如人间炼狱 印度已经连续三天都超过30万人染疫 医疗体系面临瘫痪 民众的愤怒来到了顶点 民众怒闯医院当地除了氧气瓶不够用 救护车也不足以应付大量病患 有民众跋涉60多公里 看病被拒绝后不幸身亡 死者的母亲租了个三轮车 把儿子放在脚边带回家 不过相比一般民众的处境 有外媒爆料 印度超级富豪已经包机逃往英国 英国政府把印度列入红色名单距离 实施限制措施只差44分钟 八架载着富豪的私人喷射机 23号抵达英国 除了英国阿联 加拿大德国也禁止印度旅客入境 印度疫情狂烧 国内疫苗供需不平衡 更影响全球疫苗供应链 一环扣一环对全球防疫 俨然构成了威胁 记者诚信编译 而印度境内的武汉肺炎疫情 还在恶化 周六的新增确诊人数超过了34万 那么甚至有富豪达斯人喷射机逃命 在英国禁止印度入境前40分钟 压线抵达伦敦 医院外呼救生汉哭声此起彼落 武汉肺炎疫情在印度单日新增确诊 再度超过30万人 火葬场内满是火堆日以继夜的焚烧 然而场外还有更多遗体 正等待火化 新德黎家医院 因氧气不足 20名重症患者在同一天死亡 各地的医疗资源和人力 都已经濒临崩溃 一般民众求助无门必须花好几个月的薪水 在黑市买氧气瓶续命 但印度超级富豪却搭乘私人飞机 反之在英国将印度列入禁止入境名单前夕 匆匆飞抵伦敦远离疫情重灾区 而阿拉伯国家中确诊数最多的伊拉克 一间收治武汉肺炎病患的医院 在周六晚间疑似氧气瓶爆炸引发大火 许多病患不幸葬身火呼 让日益严峻的疫情又雪上加霜 三星文明报道 国际焦点要关系 那是印度的武汉肺炎疫情还是相当的严峻 单日新增将近20万人染疫 累计目前有超过1400万人确诊 而其中在西部的城市苏拉特 就有大批民众死于疫情 火葬场的焚化楼不堪负荷 导致设备过热融化毁损 还有不少家属等不到火葬场 直接就在空旷处将遗体火化 而现在让人担心的是 日前有大批的印度教信徒 没有戴上口罩 直接涌入恒河 庆祝这12年才举办一次的大狐杰 结果事后官方公布了 当地有超过千人染疫 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大批民众 在夜外焚烧遗体 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肆虐 死者家属等不到火葬场 不得已只能在空旷处先行火化 这是从苏拉特的 木材的土壤 因为无法断烧 苏拉特最大的火葬场 甚至因为24小时不停运转 不少金属设备都融化 还有焚化炉烟囱过热变红 被迫暂停运转一天 过度使用造成故障事件频传 但面对印度 累积死亡人数突破17万 却有人似乎一点都不怕 印度教大批信徒涌入恒河进行沐浴仪式 一同庆祝每12年才举行一次的宗教盛会大胡节 但仔细一看所有人都挤在一起 更是通通没有戴口罩 信徒们信誓旦旦不在乎严峻疫情 不过大胡节结束 马上传出坏消息 圣城哈里德瓦在举办节日的两天 就超过千人确诊 不顾防疫措施大批群聚 印度染疫数字恐怕只会急速飙升 跟记者高一点便宜